最新娱乐资讯,12月20日是歌手张杰的35岁生日,当天也是节目的总决赛,张杰也给现场工作人员红包,圈中的好友们也是纷纷送上祝福。 正在家中休养的谢娜,也是送上了满满的祝福,晒出了自己送给张杰的礼物,是一个手工编织的蓝色围巾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,已经拥有最好的礼物了,谢娜现在在家中养胎,减少了参加活动的次数,偶尔会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日常。 谢娜的好友们纷纷送上了礼物和祝福,西梦瑶、杨迪、何炯、李维加等人,也是纷纷去谢娜家中看望她。 谢娜在家中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,会下厨做几道菜,还会去西湖边上看看,前一段时间还晒出了自己参加刘嘉玲的活动的时候的照片,见到了许多的老朋友,气氛非常欢快。 张杰前一段时间透露,因为谢娜怀孕之后,睡眠质量没有以前好,所以睡觉之前总会给娜娜讲故事。 这样夫妻之间的小事,让人们听到了也是非常的甜蜜的事情。 张杰和谢娜当初因为节目相识,张杰的性格非常内敛,谢娜的性格又非常活泼。 两个人先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,这么多年过去了,两个人依然甜蜜如初,虽然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,但是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,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。 张杰这么多年的音乐作品从来没有让粉丝们失望过,而且张杰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高,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宠爱粉丝。 新的一岁,张杰即将迎来新的身份,张杰今后不仅仅是一个好歌手,好丈夫更会是一个好爸爸,希望娜娜可以顺利生产。 粉丝和观众们都是非常想念她,夫妻两个人应该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了吧。